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属神的人 都当明白神的旨意且清楚所当行的事 不被神以外的人事物蒙蔽 拒绝任何不属于神或没有得神允许的想法和活动 并实时转向主 与主事一平临而活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看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我呼唤你们拒绝 我身手无人理会 反倒轻弃我一切的劝诫 不肯受我的责备 箴言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 每日经据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 今天神说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 一切事他都知道 亲爱的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不论求什么 就从他得着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 也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至二十二节 金玉良言 得救的信徒 不单在神生命里重生 且要一直住在主里面 好让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需要如此操练 在神圣生命里 与他不断有交通的活每一天 这样必能清楚知道 神的心爱美意